世界醫院你這邊手上有些資料也很特別 沒有特別 是這樣 我本來要講的是跟週刊裡面的內容 有一點也不一樣的 跟週刊一樣的大家就看週刊 不過是這樣 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柯P成立聯合發報中心 那麼找這個黃錫勳跟後來問這個邱大展 這兩方面說 我的看法是跟何議員不太一樣 我們民進黨可能大家不同的看法 我希望要互相尊重 我當時就覺得這是不對的 現在我也認為不對 不管柯P是不是神 這都無關 發報中心的成立就是為了要讓採購更公開透明 那我們是沒有人的嗎 我們八萬公務大軍怎麼可以說沒有找這些人就沒有人做 這句話我完全不能接受 那麼如果是要運用這些人說他們涉入弊案 那他們懂得作弊 要運用他們作弊的技巧來防弊 那我就舉例了啊 那你就找貫切來當警察局長嘛 那你找重火犯來當消防局長啊 不是這樣嗎 可以這樣子做嗎 這麼做 我認為錯誤是怎麼樣 你私下把邱大展當顧問問問這個OK 私下問問黃錫勳聽他的意見 OK 我們不因人廢言 可是你如果把他調來當主管 而且又是這麼重大的 我們臺北市最重大一年八百億 每個單項都五百萬以上的這種大工程大採購 你讓他當這個發包中心的主任 那我一句話形容啊 這個叫做恰貴聽的喲丹啦 這個叫做抓雞 抓雞 抓雞 把雞你去寄到三貓那邊 這不是這樣子嗎 這嚴重的侮辱了這些奉公守法的公務員 這對這些奉公守法的公務員 對這些正派的官員你怎麼交代 那大家都去幹壞事就算了 大家每個人都去弄弄弊案 反正到時候遇到一個說 我用人哲學不一樣 無罪推定 無罪推定用在你個人 你要怎麼去交朋友 OK 你個人的慷慨嘛 可是你不能康大家之凱 康兩百六十萬市民 康我們嗜庫之凱 要嚴守嗜庫的這一把鑰匙 你說無罪推定 我就是信賴他 這個不能這樣子 我再提醒黃錫勳涉案不但嚴重涉辱 而且他被檢察官求刑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現在連一審都還沒判 即便黃錫勳也好 邱大展也好 他們有心為國家為臺北市在做事 你是不是能夠等一等 等你的弊案 你一審二審 甚至到三審你都沒罪了 還多的是機會嘛 不是嗎 第二點我現在來回到主題來講這個BOD 馬英九 為什麼他一定要負責 我提醒馬英九 你要負的不是政治責任而已 還有法律責任而已 那你不能也是一樣啊 康他仁之凱 講得好像那個一樣 他說我的屬下如果有任何錯誤 我來概括 你概括承擔什麼 你也是承擔法律政治責任而已 可是政治責任對你來講 我用一個很不客氣的一個字 就是那個P字嘛 不是這樣子嗎 你都要卸任 再來你也不可能再從事 也不能再從事擔任競選任何公職 所以政治責任對你來講是零嘛 這個等於不必要講的話 但是法律責任是什麼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大巨蛋 確定的這十七位 就是這十七位評審名單 下去評審的 大家看一看這一份名單 馬英九選選的 馬英九選選的名單 十七位正式下去評審的名單 裡面有十三位 是馬英九勾選跟全選的 傑銘勾選跟全選什麼不一樣 他遞給市長說你下去勾選 勾選是正選的 就是說正式來當評選委員 那簽選是什麼 萬一正式的評選委員 當天有事或者意願不強不來 那麼你要簽 簽那個備胎的就對了 那麼傑銘你仔細看喔 就是說馬英九除了勾選的以外 對 他連備胎的全選 備胎要圈四位備胎 他連備胎也不放過 備胎他全部圈選 然後備胎的人選在實際的時候 也真的去出席了 然後剛剛何議員提到的就是這一點 就是說你要從這個大水庫名單 這個名單是什麼 是我們政府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會整全國各機關 還有各大法律專家 建築專家 景觀學啦 財務規劃專家 BOT專家 會整這一些產官學界能人意識 他們就做了一個大水庫的名單 那麼這一點是法律規定 法律規定就是說 你一定要由這一些名單中 下去全選 勾選 去決定就對了 但是馬英九不是 他選了這幾個 他總共舉見了四位 根本不在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何可擬定的建議名單裡面 那這幾位裡面我特別提一位 因為時間有限 李建宗 李建宗看起來是學著中央大學的 工學院院長 看起來表面是這樣 建民你知道嗎 從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裡面顯示說 他跟馬英九 他們有很緊密的關係 合作關係 怎麼樣呢 李建宗現在是擔任什麼 台灣市西顧問工程公司的董事長 他是這個案子開始 他跟馬英九 馬英九一路不刺拔拙了 台灣市西是什麼公司呢 台灣市西第一點 他是我們現在全國最大的工程顧問公司 他的前身就是中華工程顧問公司 這個公司是百分之百 政府由交通部出資成立的公司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這六十多年來公共工程 只要是重大的公共工程 從過去早期的高速公路 一高 二高 三高 北二高等等 一直到所有捷運線的固執 對 絕大多數百分之八十以上 就是這一家 台灣市西工程顧問公司 也就是中華工程顧問公司 前身中華工程顧問公司 這家公司來設計 來參與 來主導 傑民這不得了 這不得了 這個動輒得救所有 你看他精手的案件 上兆元 那麼要出任這樣公司的董事長 馬英九 你照說這個要很慎重 馬英九從擔任總統之後 三個月以後就馬上不自拔卓 直接把他調上來 就是這個人 對 就是這個人 那這個人在當時 馬英九是 肝冒大不惠 他寧願違法 就是指定要由他 而他也真的進去了 這個大巨蛋甄選委員會去參加評選 那麼這一個法令 我們不是隨便講講 這法令我規定 機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行政院公共工作委員會 這件事情不但把它列為是法律的要件 他還主動提出說有哪一些缺失態樣 公共工程委員會為了害怕 狹下各地方政府或者中央的其他單位 他們在處理這種名單的時候二稿 所以他訂了這些 把這些缺失樣態都寫出來 卻失樣態都寫出來之下 他列的第三點 就是馬英九現在明顯違法的第三點 就是說你外聘制專家學者人選 你要從我們提供的模擬的這個名單給 那你如果不從這裡面拿 可以 你要序名原因 序名理由 而且你簽名的人要負責 所以這就是法律責任 這很清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不但把它入法 而且把這個違反民間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的缺失態樣 都已經主動列入了 那你馬英九你還是違法 所以馬英九我認為你負的不只是政治責任 還有法律責任 而且歐靖德還是之前公共委員會裡面的 所謂的委員長 最高的單位 所以他的副市長就是最了解法規的人 他竟然跳下去自己清點這個事情 所以嚴重性是非常的明確了 對 所以其實他居然 其實還有後續還有很多 比方說從招標評選 那麼馬英九已經有內定很多好的條件 先前我在我們這節目講過 你看 比方說權力已經零 傑銘 我們講過 這土地五萬六千坪 我們市政府現在公告現在的市價 我們不講 市價四五百億以上不講 我們光是取得這塊土地 市政府立了一百億的公債 另外從市庫裡面再撥一百四十億 總共兩百四十億取得這塊土地 我們市府花了兩百四十億取得這塊土地 拱手奉上 零權利金 交給遠雄去開發 然後遠雄拿了這塊土地 他現在去跟銀行貸款 申戒的聯合貸 銀行連貸超過一百二十億 傑銘 就算我們政府不編預算自己蓋 我們假設政府沒有蓋 我們要借錢來蓋的話 那我們就把我們自己的土地 我們自己去借市政府的債信還更好 我們可以借的額度還更高 我們的利率還更低 不是這樣嗎 結果我們現在把兩百四十億取得 現在市值四五百億以上的土地 拱手零權利金交給遠雄不打緊 年租金多少 年租金百分之一 剛好就是假地價稅 地價稅率就是百分之一 所以很明顯的馬英九他已經就是設定好 這些好條件就要給遠雄 那怎麼落實 就是由他責定這些評選委員 那這些評選委員在一致的一致的評選 遠雄為第一名 這就是大巨蛋的死磨 所以我們要說刀叉吃人肉 不就這樣子嗎 政府圈地 對他買地了 有沒有注意到他買地了 而且是用這個借錢買 然後接著用評審 名單來決定要用誰 哪個人 然後一開始我記得他價格 一開始也有變化 本來比較低 後來比較高 沒錯吧 後來有沒有重新要變更設計 有嘛 再找一個徵選名單 再編更勝地 編更勝地之後 一年整個案子加起來 這個案子至少大巨蛋 應該是有上數百億的收益 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徵選名單 最關鍵的不就是徵選名單嗎 剛才事件委員講得 事件委員講得夠清楚吧 我們進口廣告 給予頭 為了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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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